不比谈卷二卢照论海潮 以为日出末所积而成 此即无礼 若因日出末 当每日有长 安得复有早晚 于长考其行节 每至月正临字 五 则潮生 后知万万无差 此以海上后知 得潮生之时 去海远 即需据地理增天时刻 月正五而生者为朝 则正子而生者为夕 正子而生者为朝 则正五而生者为夕 立法鉴于经者 为遥点言以润月定四十成岁 至润之法 自遥时时有 太古以前 又未知如何 至润之法 先圣王所仪 顾不当 义 然是顾有古人所位置 而似后世者 如岁差之类 方出于尽事 此顾无古今之显也 凡日亦出末 未知一日 月亦盈亏未知一月 以日月祭天 虽定明 然月行二十九日有其 赴予日会 岁十二会而上有余日 即三十二月 赴予一会 气与朔渐相远 中气不在本月 明时相成 加一月未知润 润生于不得已 由耶舍之用谈些也 自此气 朔交争 岁年错乱 四十失位 算术繁伟 繁积月已为时 四十已成岁 阴阳消长 万物生杀变化之节 皆主于 气而已 但继月之盈亏 都不细岁世之疏残 今乃专已朔定十二月 而气反不得主 本月这正 时已未知春已 而游行肃杀之正 则朔再气前者是也 徒未知已岁之春 而始甲岁之东也 时尚未知东也 而以行发生之令 则朔再气后者是也 徒未知甲岁之东 乃时已岁之春也 是空明之正 二 三 四反为时 而生杀之时反为欲 而又生润月之坠游 此代古人未知思也 今为数 莫若用十二气为一年 更不用十二月 只以历春之日为梦春之一日 经者为 重春之一日 大近三十日 岁岁其尽 永无润于 十二月长一大 一小相见 纵有两小相并 一岁不过一次 如此 则四十之气长正 岁正不相灵夺 日月五星 亦自从之 不须改旧法 为月之盈亏 是虽有戏之者 如海 胎育之类 不育岁时寒暑之节 育之力坚可也 借以元幼元年为法 当梦春小 一日人淫 三日望 十九日说 重春大 一日人生 三日望 十八日说 如此历日 岂不简易端平 尚浮天运 天补赘之劳 于先艳天百刻有余 有不足 人已遗其说 又为十二次斗剑当随遂差千玺 人欲害之 今此立论 由当取怪怒公骂 人一时必有用于之说者 宝元元年 党相为延安七日 临于威者数以 范侍郎雍为帅 忧行于色 由老君孝初 自言曰 某边人 遭为成者数次 其事有尽于今日者 鲁人不善功 足不能拔 今日万万元余 某可以保认 若有不测 某肝斩首 范家其言状人心 亦为之小安 事凭 此孝大蒙赏拔 言之兵善料敌者 首称之 或未知曰 当敢似妄言 万一 言不厌 虚伏法 孝孝曰 君未知思也 若成果现 何狭杀我耶 辽欲安重心耳 总是横出迎清剑成 由子山似僧法松 刚果有谋 以一列自明 是横言至门下 自其所欲 公义无算 松续酒 霞伯无所不为 是横欲知欲后 留岁于 松义深得是横 自处不宜 一日 是横呼怒为松曰 我代汝如此 则因与贼连 何相复也 拽下谢系垂掠 及其苦楚 凡一月 宾于死者数以 松中不服 曰 松 丈夫也 恭听奸人言 欲见杀 则死已 终不以不亦自污 亦然不顾 是横审其不可趋 为解父母欲 父言入卧内 后辅谢之曰 而无过 辽相适耳 欲使为贱 万一可邪 将谢无事 舍鲁人以此见穷 能不相复否 松莫然曰 是为功为之 是横厚已遣之 以君机密是数条与松曰 可以此棘手 仍伪报西腔 临行 是横解所拂续袍赠之曰 胡帝苦寒 以此为别 至比 虚万计求见玉起 非此人无以得其心腹 欲起 鲁人知谋臣也 松如所交 兼官求通欲起 鲁人绝而宜 知 执于有私 数日 或发袍领中 得适衡与欲起书 辞甚款密 松出不知领中书 鲁人苦之备至 忠不言情 鲁人因疑玉起 舍松 迁于北境 久之 玉起中已已死 松谢后的王归 尽得鲁中事已报 招迁路其劳 补幼是尽 归信为王 松后官至诸司史 至今边人为之王和尚 誓衡本脉松为死间 谢后的生还 亦命也 康定之后 誓衡述出奇迹 鱼在鞭 得于鞭人甚响 为新奇妙相 录其事鱼篇 降伏中 尽火 时钉进公主迎赴公事 换取徒远 公乃令凿通取取土 不日皆成俱茜 乃绝便水入茜中 引诸道竹木牌伐及传运杂财 仅自欠中入至宫门 仕碧 却以赤气瓦力挥壤十余欠中 复为皆取 一举而三亿计 继省费一亿万计 国初 两浙县龙船 长二十余帐 尚为宫市层楼 涉玉踏 以备犹性 遂久腹败 欲修至 而水中不可施宫 西宁中 宦官黄淮信献祭 于金明池北凿大傲 可熔隆船 旗下至柱 以大木梁齐碗补契 赴以水浮船 撤去梁柱 以大乌蒙之一 遂为藏船之事 永无报 路之患 礼学士士衡 喜藏书 有一尽人莫记 在其子叙处 长安时从事 常从李军借去 切磨一本 以献文陆宫 以为真迹 一日陆宫会客 出书画 而李在座 一件瓷帖 经曰 瓷帖乃无家物 何乎至此 即令人归 取艳之 乃之陆宫所收乃磨本 李方之为实军所传 据以白鹿宫 而作客强劲 戒言鹿宫所收乃真迹 而以李所收为磨本 李吉探曰 彼众我寡 岂富可身 今日方之身孤寒 今世俗位之立书者 只是古人之八分书 为初从撰文便利 上有二分传法 故为之八分书 后乃全辩为立书 及今之正书 张草 行书 草书皆是也 后之人乃物为古八分书为立书 以今时书为正书 书不知所谓正书者 立书之正者而 其于行书 草书 皆立书也 杜甫礼朝八分小传歌云 陈仓十古文以额 大小二传生八分 苦献光和尚鼓立 书贵受应方通神 苦献 老子诸归悲也 书平云 汉 为牌榜悲文和画山悲 皆今所谓立书也 杜甫诗一指为之八分 又 书平云 汉 为牌榜悲文 非传及八分 未常用立书 知汉 为悲文皆八分 非立书也 江南府库中 书画志多 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 内合同印 及闲殿书院印 以墨印之 为之金图书 言为此印以黄金为之 诸书画中 时有礼后主提拔 然未常提书画人姓名 为中隐画 皆后主亲笔提中隐笔三字 后主善画 由公灵毛 或云 繁衍中隐笔者 皆后主字画 后主常字号中山隐士 故会其名 为之中隐 非性中 人也 今世传中画 但无后主亲提者 皆非也 江南府库中 书画志多 其印记有建业文房之印 内合同印 即闲殿书院印 以墨印之 为之金图书 言为此印以黄金为之 诸书画中 时有礼后主提拔 然未常提书画人姓名 为中隐画 皆后主亲笔提中隐笔三字 后主善画 由公灵毛 或云 繁衍中隐笔者 皆后主字画 后主常字号中山隐士 故会其名 为之中隐 非性中人也 今世传中画 但无后主亲提者 皆非也 古顶中有三足皆空 中可容物者 所谓阁也 兼何之法 常欲弃在下 体在上 则一熟而不偏烂 即生顶 则着子皆归足中 顶挂出六 顶颠指 立出否 为着恶下 须先谢而须之 九二扬摇 方为顶时 今经师大屠善熟智者 勾玄而主 不使住府邸 一股人一夜 又股铜香炉 多露其底 先入火于炉中 难以恢复其上 火盛则难灭而持久 又护炉热灼席 则为盘见水 已见其指 且已成灰炮之坠者 其他骨气 律有趋异 而形至文 化 大概多同 盖有所传授 各守施法 后人莫敢者改 今知众学 人人皆出以意义 其邪浅漏 气骨自用 不止气泻而已 在唇等下 他已经可行 里面 都会以恢复 智炉 每个人一日 人都会 感谢观看